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海警公布了,是在3号公布的2号的时候 福建海警在泉州附近近海 依法登检扣了一艘涉嫌非法捕捞的台湾省级渔船 你说2号在泉州,我们登船检查并扣了一艘台湾船 这艘渔船违反了福祭修医规定 在抵托网禁于区内违规托网作业 而且使用的网距远小于国家规定的最小网目尺寸 咱们针对台湾的遗传 也说你台湾得按照中国大陆的规定来 看到了吧,就是我们的主权 台湾得学中国法律 不是说你台湾,这不听人讲吗? 管不到我,看管不了你 说破坏了海洋,渔业资源,生态环境 同时最后一句话叫 台有关船只试图干扰我正常之法 什么意思呢?反抗了 不让登船检查了 说福建海景依法于警告区 实际呢,我们扣了一艘船 但是估计旁边还有别别的船 那这些船正在救它 所以就破坏了我们整个行动 具体情况,我了解一些是2号晚上 金门外海的一个北定岛附近 当时这个应该是捕鱼作业 然后有两艘大陆的海景船 对这一批船登船检查 而且将船只带往大陆了 附近的数十艘澎湖渔船 见状是,应该是跑了 根据这个船舶舶航行数据显示 这个船是从6月29号早上7点19分 是从澎湖出发 注意是澎湖的 澎湖扣了一艘中国大旅船 从澎湖出发 目前停泊在福建泉州市近江围头港内 据了解被大陆海景船带走的是澎湖西雨乡 竹湾村大进满88号一船 竹湾村是吧 2号晚上他在晚上8点10分左右 是在金门东北角海域 说在捕捞 然后突然被他晚上8点 小晚上在那捕 说突然你怎么澎湖跑到金门去捕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澎湖没鱼了吗 说强行登舰 然后大陆海景是强行登舰 最后又控制 然后把他开往大陆 晚间的10点左右 带进了福建的围头军港内 也就是说是晚上8点被发现 对吧 被扣 然后两个小时以后就到了大陆 船上除了鸿杏的船长以外 还有一名台籍的船员 还有三名的印尼的工人 说现在大陆正在休息期 所以说渔船 澎湖的渔船 它让黄之的驶入大陆的相关区 进行不捞 肯定让大陆 台湾人认为是让大陆人养红了 所以说大陆 这个海景应该就是杀鸡警号 他们台湾人认为是杀鸡警号 2号晚上 这个大晋满88号渔船的 经纬度位置 是在金门北定岛的东北21里 距离大陆最近陆地是11.5海里 11.5海里 二冬里 不久前 这个东定岛附近 距离大陆最近是12海里 里边发现了大陆的核心领 上陆 所以台媒说 这个海域是澎湖传统的捕捞 渔船 也靠近金门外海 多年来是都没事 但是这次大陆海景团 大动作 可能就是跟近期的局势有关 反正大陆最近 已经明确了 内战没有结束 内战既然没有结束 我们现在就说白了 让台湾人离大陆远一点 我觉得大陆的出台 死刑意见 包括什么我们现在的 卢沙野大使讲 内战还没结束这些话 其实就告诉很多人 不要靠近大陆 大陆跟你不是一家去 咱们离远点 咱们离远点 咱想是个道理吧 你既然是地狱岛 那你这些渔民到大陆这边来 我怎么能确定你不是妖魔鬼怪呢 你不是来搞破坏的吗 对吧 大陆把船带到大陆这还是很罕见的 说明什么 以前只是驱离 现在我们抓人了 是不是符合咱们死刑判决和死刑意见 和卢沙野讲的 内战还没结束 说白了就硬了吗 我们终于不用受制于那些个 什么那么赛车手 作家 包括那些 在上海的 一系列的这些 咱们讲 中华民国派 是吧 一系列的纯极鼻 好像大陆对台湾就得忍让 没了 没了 你他妈整死俩中国人 咱们当时没弄死的 是吧 没弄死的 你看中国人这个 怎么能没弄死的 是吧 海巡署 据说台海巡署派出三艘巡防艇前往现场 试图阻止 看到吗 所以两个小时 说现场大陆海警船是有七艘 既然是七艘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有准备的 我觉得是有准备的 就是说 就是发现这艘所谓的澎湖的船 可能是故意前往这个区域的 来挑衅的 可能是 那我们 否则我们怎么能七艘一起上 对吧 台海巡是三艘 我二来一 那最后台湾是寡不敌众 救援失败 我们没把这个台海巡署给扣 已经给面子了 澎湖这个船呢 它跑到金门这大雨 现在看就不均常 大陆这休余期 所以我们现在抓它是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网又小 大陆方面现在没有公布 没有公布相关的视频 214事件之后 大陆这边一直在要求归还尸体 台湾那边一直没归还 据说这个鸿杏的船长是澎湖西域人 澎湖前两天刚抓了一个大陆渔船 大陆海警检查带回大陆之后 现在民进党当局 现在看的暴跳如雷 要求立刻放人 另外大陆海警 可能这只是刚开始 我的感觉就是 后续可能会常态化 这个地方不允许你来了 金门这个区域就不允许你来了 大陆海警 何为这次金门的渔船 我觉得不是咱们偶发性的 肯定是我们早就有准备的 你看我们七艘 大陆海警船 据说对于台海巡署是完全拧 根据现场的台湾媒体说 现场他们连靠近都没法靠近 214事件已经5个月了 这边连任何赔偿 拒绝认错任何赔偿都没有 而且画面也不公开 实际就耍无赖 中国大陆里边 一直视台湾渔民为同胞的 结果台湾人没把中国当同胞 从214事件之后 你看一系列变化什么 214事件之后 我们就是死刑意见出来了 死刑意见可能从214 就大年初五之后 我们中央可能就意识到了 要对对方判死刑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给214事件 这个定的性 哪来两亚一家亲没了 以前那些所谓中华民国派 或者中国和国民党 窜通的那些人在高层 看到死了人了 还怎么讲 你是两亚一家亲吗 所以这个台海军署自己做的 赖清泽做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 我们的死刑意见就出来了 紧接着 卢沙野大使讲 两岸还是处于内战 实际就告诉 既然是处于内战 就告诉那些在中国大陆 上海那些中华民国派 滚 我觉得就是赶紧让你滚 既然是内战 那些人是反共的 你从蔡正元那些人 他是反共的 很多中国人海外华人 他没有意识到有一点 就是他是反共的 中华民国派他是反共的 你看很多人都没理解 中华民国派到底是什么 他是反共的 他现在什么是弱 所以他不敢提这个 但是他底层逻辑就是反共 他是记忆要拿政权的 他行的有一天能回来 那这个卢沙野讲完话 那肯定回不来了 消灭你嘛 要把这个战争 解放战争进行 到底解放谁呀 解放人民 生产资料要归国有 归国家全民所有 你说这帮人能行吗 台湾在香港 在上海有很多人 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他们的财产不都是 站着房躺着地的 上海一帮小买班 一勾连不就完事了 甚至说台湾这个 澎湖的渔船 在大陆的这个休渔区 你能不知道吗 你知道 休渔区他故意跑到这来 偷偷跑着来打鱼 什么意思 就知道大陆这儿 老百姓没了 不打鱼了 那这个地方就全是我的了 什么叫贪婪 这就是台湾人 我为什么说不管他们叫中国人 主统派就绝不能 既然你是 我还是这个观点 你要是下定居心 认为中国会武统 或者你认定中国武统 你加入咱们武统派 你就不要把台湾当中国人 没毛病吧 你从214事件之后 是不是符合我说的 台湾人就不是中国人 这个条件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那是你大陆对他们 而且这是给大陆老百姓洗脑 但是在武统派看来 他就不是中国人 所以他肯定会这么干 怎么样 事实怎么样 证明了吧 从大陆休育期 他们来钻控的 偷鱼 再加上一系列的 214事件之后 台湾海警 那个表态 那个狗样子 再加上赖兴德520 再加上一系列 你看那个蔡正元 你认为他是中国人吗 我觉得 你要认为他们是中国人 你也不要加入古董派 分开 优优独播 的 实际上